大家好,我也是今天才刚刚知道,原来这个石榴上还隐藏着一个神秘的小机关,不用手包,轻轻的一敲,全部都快速的脱落,特别省事,快速,还不会弄得手黄黄的。 开始之前呢,先给大家分享一下,我是如何挑选石榴的,一些小技巧。 三句话,第一,阴面石榴,阳面桃,黄色石榴比红色甜,意思是,石榴我们要选没有被太阳晒到的,不那么红的石榴才好吃。 阴面石榴,阳面桃,也是一句民间俗语,这句俗语是告诉我们挑选石榴的方法,红色的石榴经过太阳光充足的照晒,表皮是红色的, 但里面的籽却不一定是红色的了,而偏黄的石榴呢,没有经过太阳充足的照射,表皮虽然是黄色的,而里面的籽却是红的。 所以在挑选石榴的时候,要选择偏黄颜色的石榴,偏黄颜色的石榴,口感和甜度是最好的。 第二,就是石榴买方,不买圆,谁说十五的月亮,十六圆。 方方正正,棱角分明的,说明皮薄,粒大,像那种圆滚滚的,反而不太成熟。 第三,花开齐小,果更甜。 底部菊花开得越大,代表越成熟,果粒越大,果气越小,汁水越甜。 那接下来看一下石榴上隐藏的小机关,怎么不用手就能快速的让石榴籽快速脱落。 首先呢,我们用小刀,在石榴的头部,用刀这样,先给它切出一个四方形来。 注意,别切太深了,伤到里面的果肉,尽量温柔一点。 切好,直接用手,慢慢地这样给它抠出来。 连在里面的白瘾都出来了,很简单。 接着,再这样,用刀子从顶部往下顺着切。 注意,别切到底。 间隔三厘米宽,这样竖着切。 把整个石榴的外皮都切上这样的口子出来。 石榴皮切起来还是很柔软的,不那么难切。 尽量别切到里面的石榴籽就可以。 石榴切好后,再用手,顺着刀口的纹路,用手轻轻地掰一下。 让它张开的口更大一点,这样里面的石榴籽会更容易跑出来。 像这样掰好就可以。 接下来,我们准备一个盘子。 石榴开口这一面朝下放。 然后再准备一个硬齐一点的勺子。 在石榴外面敲打。 很快你就会发现,里面的石榴籽就跑出来了。 一点也不会脏到手。 来大家看一下见证奇迹的时刻。 一个石榴很轻松地就包完了。 而且里面很干净,比我们用手一个一个地抠着吃快多了。 这样包好的石榴,不管你是拿来榨汁,还是直接用勺子快着吃,都十分过瘾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。 如果能包到您,对您有帮助的话,就用您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,鼓励一下吧。 谢谢大家,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